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們今晚討論的過題 也是我們上一集所講的2012 2012是一個很多人關注的問題 當然,也有很多說法 2012將會是一個世界活日 我們上一集我們嘉賓 溫芳和林幾圖都分享過 他這方面的資料 也都跟大家介紹過了 我們在12月24日會有一個大的派對 到時候香港這方面的精英 會跟大家跟大家分享多些 今晚我們始終希望繼續探討這方面 我們嘉賓是有Cusson Cusson So 和 Gordon 我們上一集都講過了 在網上這方面的資料其實都很多 也都有不同的版本 基本上大家都覺得 2012將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人類會有轉化 是不是一個死亡的轉化呢 好像Phoenix 燒了之後再重新的轉變 或是人的靈性的提升 怎樣都好 我們今晚可以想想 這種轉變是怎麼會出現的 是會怎麼出現的呢 我們有什麼跡象可以看到 它將會怎麼出現呢 先看看現在網上 Gordon 你說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些新的網站 或者先介紹這個網站之後 或者重點講講這個網站 其實講講什麼訊息呢 其實就是美國那個電視節目 叫Sci-Fi 11月初就播了一套紀錄片 Documentary 講2012的 它叫做Stattering New Secrets 是一個紀錄片來的 不是講故事的 就是找了一些學者 研究者 訪問了很多人 然後展示了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片段 不止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紀錄片的片段 在網上大家有興趣 在網上可以看到 在網上可以看到 OK 大家可以看到 它說了什麼 其實它訪問了很多人 基本上 但它主要集中找三個研究者的資料去鋪排 有沒有變成三個呢 其中一個就是 研究馬雅力法的專家 叫John Major Jenkins John Major Jenkins 另外一個就是John Richard Hollands 這個Richard Hollands 是研究火星上的人面建築物的專家 很出名的 他推出那本書之後 真的很出名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考古學家 Robert Shaw 他其實就是研究 古埃及傳說的一個秘密圖書本 收藏了很多很多資料 其中他認為 有些資料可能是幫助人 如何應付2012個危機 我聽過一個有一個很出名的通靈人 就叫Edgar Casey 可能大家都聽過 如果講證據的話 講知名度 最出名的 這個就是數一數二的 在他的訊息 有講到 其中那個 在這個施政人面像 的一個爪的下面 其實在一個密室裏面 裝了很多 一些以前留下的知識 或者一些新的東西 是給一些將來的人 去開啟的 是的 但是 政府 當然 現在依然是說 那裏成為一個 禁地 是沒有去開啟的 傳聞他們用的儀器 是探索到一些東西 是的 是的 即是在施政人面 最下面 是的 所以 是 可能 下底裏面 給了一些感浪 其實可能是 是 我們接下來的轉變 可能新的東西 可能 其中很多其中 在裏面很多啟示 都不定 不過 這個紀錄片 這個考古學家 他是去了 另一個地方 他認為那裏 是比較偏僻 離開了 開羅 比較遠 沒有什麼人到 他認為在那裏 應該找到圖書館 還找一些無傷害性的探測員 去試一下 找一下地底 沙下面有沒有建築物 但是 他之後發現 有些地下水附近 沒有辦法證實有沒有 不過他始終都找到少少 因為他沒有辦法走下去 因為已經水浸了 金字塔下面水浸 是水位 附近有河流 OK John Major Jenkins 他是馬雅力法的專家 他研究馬雅很深入 他寫了幾本書 始終他的結論是 馬雅講2012是一個轉化 不是世界沒人 他的觀點是 他是很肯定的 是的 我看的資料是另一個人 那是同樣的 一個工程師 叫做Dr.Colomon 他研究了馬雅十幾年 他直接辭了他的工作 去了那裏研究了十幾年 他出的書 都是講馬雅的歷法 有很多 特別為何講2012中節 其實是講一個叫做Long Khan Calendar 一個長歷法 就是由公元前的3113年開始 就記錄了所有東西 去到2012就完了 那是冬至 所以就變成了 人們自己演繹 就說這是一個世界沒人 但他的看法就是 其實這個整個歷法 是講一個不同的 cycle 講一個人類的意識是怎樣轉變的 那跟現在的馬雅長老 他們說的話都是一樣的 是的 都是講說 接下來這個世界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但是在我們轉變的時候 人類是在做什麼準備 就是我們自己的新心靈都要轉變 他說我們現在生活的就是走錯路 而這個轉變就是 令到我們去找回一個正確的方向 另外一個 Richard Holen 這個人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他就拍著它 他自己有一個儀器 其中最重要的是 一隻錶 它是有一個石英震動 很準確的 正常是每秒鐘每分鐘 每秒鐘360下 周頻 就是一個頻率 那他這個設計的儀器 駁到電腦 它是可以量度一種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叫做Torson Field 就是地球除了電磁場之外 還有一個Torson Field Torson Field 他說可以 如果改變了 是會影響物質量和慣性 嗯 他就用這個儀器 自己設計 去南美洲 去墨西哥金字塔 去量度那裡 就是Torson Field 有沒有存在 因為它如果存在 它的頻率就會變 就是那個錶 就會改變頻率 因為這個跟它的質量有關係 會測到Torson Field的存在 是 那麼他去到 是發覺指數 是 變化的 簡直是out of the record 就是off the range 就是電腦都 簡直是輕了 但它是去到 去到 去現場測量 即是在 墨西哥金字塔 那裡去測量 那麼他認為 如果地球的Torson Field 如果受到干擾 會產生很災難性的一種效果 就是地震 海嘯 這是比較特別的 即是它有一個儀器探測的地球 是有很大的轉變 緊 即是它測到 有東西在轉變 即是它在金字塔 那裡 測到Torson Field 是很厲害的 很強的 但它回到酒店 其實就沒有那麼強 那這個現場 是表示地球 是有Torson Field 存在 有Torson Field 那Torson Field 是否代表地球 會有大的改變 如果Torson Field 受到干擾變 就會令到地球出現很多 很大的天災 而本身它是馬雅金字塔 那些金字塔本身是很有能量的 所以指數是完全不同的 它說很有趣 它拿著儀器走過一個拱門形狀下面 那個指數是忽然間跳了跳 即是建築物本身是會影響Torson Field 那個設計 那些特定的形狀 在一些能量大 它們發覺整個地球 不同文化建的金字塔 它們是有一個特定的模式 都是向四個邊位 向著那些正東正西正南 它還要不是向著磁極那個 就是向著真正的北 那這些是 突然間是整個地球 有這麼多不同的文化 它們是沒有聯繫 但它們好像有相同的 那個知識系統在 這些建築其實是 有一個指標性在 還有它們是 有一個目的是做一些東西在 好像以埃及金字塔那樣為例 它們也是用一個儀錶去量度 就是進入金字塔的密室中間 它們對於能量波 或者那個 震頻對於周圍的 不同的能量場 突然隔絕了很多 那些人在裏面做一些 腦電波測試 它們在那個密室裏面 是特別容易去進入不同的狀態 這些和其他一些遺跡 或者譬如英國的墨田圈附近 那些石圈 有些類似都是一樣的 它好像是一種 裡面可能是一種能量大的地方 不知道在做什麼 可能是被人有治療 或者去一些靈性的東西 或者是裡面其實在做一些 是關乎於能量 但是其他東西都不知道 但是總之 這些建築起來 是全部是有目的地 有指標性地建在一些地方 好了 那那個documentary 在2012年裡面 它有沒有特別的說法呢 就是它不同的人 它訪問了 它屬於一種平衡報道 不過那個調子 我覺得它都是偏向灰的 因為它結尾 就特意拍攝美國 有一班人 成立了一個網上組織 就要看一些地下的避難所 萬一有天災 就躲起來 就是它結尾 就是這樣結尾 就是這樣結尾 就像是說你們很準備 那如果看那齣荷里惠戲 將來是水浸 那套戲的片段 它也有放少許出來 好像是在做promotion 哈哈哈哈 我覺得起碼在這幾年 一些關於求生系統的公司 應該會賺大錢 有很多的 survival 那些.com 好像之前千年蟲 那樣 是的 2000年的時候 那些 總之是關於求生裝備的公司 突然是生意急劇 我認識有一個家庭 它自己是一位 它好像是牙醫來的 它有一個所謂的country home 那樣 就有發電器 儲了糧 儲了那些 儲了那些 濾水的設備 之類 那它就是 親密跟我說的 如果真的有事 那幾個家庭的那些 不同的子女 就會去那裡匯合的 那他們已經處好這些工具 那樣 那但是 最大的問題 因為2012其實 既然大家都應付到 過了去 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所以很多人 如果說2012 他們會說到2000年的時候 千年蟲 那時候 沒有事 那些人就談了 就不再相信了 就是好像 下來了 下來了 下來了一次之後 第二次就不再相信了 那樣 是關於1999年的末日語言 哦 那個史詩 1999 是的 即是查丹馬士那個 Lots of Darmus 那個 法國那個語言詩 是 那個是說什麼 結果又沒有前見 是不是 變成 又沒有事發生 變成 有些人的看法 就是說 就是2012 只是一個另外一個版本的1999 但是 如果真的看了更多的資訊 就知道 1999年和2012年最大不同 就是說 無論在古文明的歷法 以至我們天文的事 的時刻 或者一些外星人給下來的訊息 嗯 種種不同 就算宗教也有些的東西 其實 是剛好都是 就是向著這個年份 是有些事情發生的 變成 如果看回以前那麼多 那些所有 叫做 語言呢 是的 這次其實要有一大堆的資料 在後面 是 支撐著的 是的 即是 不是空月 即是來風的 不是像Notsdamas 一個人這樣 這次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歷法 Notsdamas 就是用一種平衡宇宙的方法去解釋 對 是 走另一條路 那些事情就不會發生 所以現在有另一個說法 其實我都覺得 我自己認同 就是 他說 為什麼馬雅人的歷法去到2012那一刻 停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在傳遂裡面 他們是可以穿越了時空 變成他的歷法 很準 關於這些天文力 或者他們可能預計到 有些什麼災難都不頂 但是他就說 因為去到2012那個冬節之後 他們看不穿 整體的意識是怎樣轉變 所以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歷法 停了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去 像一些外星人說 就是說 你的集體意識 如何是進步進化 其實是在改變未來的進程 變成很多文化都是看不透的 還有另外一些電影公司 又或者在網上傳聞 有一些高增 他們本身有些叫做天眼通 也是可以看到未來的 他們剛剛說 他們是看到2012而已 之後他們是看不到的 那個說法就是 我們現在是 共同的集體意識 是在創造一個新的未來 所以他們是看不透的 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正面的 就 不是戲這樣說 換句話說 2012 12月21日之後發生的事 是完全掌握在人類 集體意識的手上 我們是怎樣選擇 就會怎樣走 我們是 不會再被一些 負面的力量 所能夠操控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基本上 過去一段時間 是被負面的力量 操控得很厲害 是 誤導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 人呢 很多東西應該知道 是不知道 很多東西應該享受得到的 是沒有得到的 是 是 比如免費能源 一些不同的醫療 只是免費能源 如果我們真的有 物價都起碼會減一半 不單止 我和 上一陣子我們都訪問了 Dr. Brian O'Leary 他在電話上 和他做過訪問 他是一位 以前的NASA的太空人 其後 他自己也是一位 Berkeley的Astrophysicist 一個天文學物理學的博士 他也是幾間著名的大學 Carnel Prinston 是一個大學教授 他曾經 花了過十年的時間 去探訪地球各處 在研究所謂免費能源的科學家 根據他的背景 他發現 他們所做的事 絕對是 證實是做得到的 是吧 我都大家預測過 如果真的有 所謂免費的能源 我們地球上 所有的問題 都解決了 很多人類的 所謂人性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機會 在電堂 我都和大家分享過 Cyg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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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ment 其中有一位 都成九十多歲的 一位 Jake Jak 原來他跟Brian 大家都碰過面 大家聊了幾個小時 都有一個很大的 討論 他的討論 就是這樣 Brian認為 如果當人的意識不提升 免費能源 是行不通的 人類的本性 是因為制度 造成的 人類的貪囊 不安全感 這些一般人的 所謂人的 劣根性 其實是在制度之下 才會出現 如果有免費能源的環境之下 人性是會變的 所以他認為 我們科技 人類的進步 跟我們科技的進步 是很大的關係 不是我們的宗教意識進步 不是我們人類的 哲學方面 社會制度 政治制度 改變 是改變我們人 主要我們人的改變 是因為我們科技的改變 他的立場是在那方面 他跟Brian 大家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大家的爭執 一個是認為人性的提升 是很重要 一個是認為科技的提升很重要 好了 將來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是有免費能源的話 我們基本上 我們人類的貧富余傳 其實全面解決了 很多環境污染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污染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從經濟角度 考慮很多事情 我們也知道 地球的經濟 是跟我們能源的 能源是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我們有免費能源 其實我們很多環保的問題 是不需要有經濟的局限 是我們可以全面照顧 去解決到的 所以免費能源 是會令到我們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好了 我剛才都 上一集 我都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說 馬雅的長老說 我們人會到時候會改變 我們現在看看 有什麼影響會出現 令到我們人會改變 我提出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 如果我們的地球人 開始了解到 有外星人的存在 他一直都接觸地球人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和不同的科技 會很明顯令到我們 對我們很多的過去的 宗教的觀點 會有很大的改變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我們那個天氣 我們那個所謂的地球暖化 可能不多不少 做出很多的災難出來的 亦都可能一種衝擊 令到一些人反省一下 我們過去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經濟模式 是不是需要改變呢 你說要改變 如果我們這麼肯定 2012年會改變 到底什麼發生 會令到我們改變呢 你要看今次的 哥本哈根會議 中國都說了這些 地球暖化 其實不是不好的事 糟了 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經濟掛稅 不覺得有跡象 是有醒覺的跡象 外星人訊息也有說 其實以我們現在的 精神的文明進化 我們遇到這些問題 其實他們一早已經預言了 你們因為政治 因為利益的問題 你們開會 是沒有結果的 最後是浪費時間的 是的 在哥本哈根 很多所謂另類的團體 都想在那邊說 你過去兩年 已經回到十幾個會 完全是沒有了道的 他們預測 他們到時會有大規模的 在哥本哈根 就會在不同的地點 不同的抗議行動出現 始終我們都是 在聯合國的領導之下 我們很多這個問題 其實始終是外債不前 我們說來說去 都未曾有任何的答案 連主流的傳媒都忍受不住 因為今天我發覺 昨天全世界有四十五個國家 五十六個報紙 是共同刊登同一篇社論 就是要催促這群領導人 你真的要做事 地球現在很危險 你不要只有講字 不要說你放得多些 我應該排放少些 不應該再爭論這些 你不應該真的做事 為地球將來 不是我們的子孫 真真要做事 地球現在是很危險 但是最糟糕在政客的後面 是一堆的財團 一堆有關利益的東西 是變成 在政治家的立場 可能他是有心都無力 這個是很可悲的事 所以我贊成 我自己認為 零性的進步先 比科技進步更好 而改變零性 我覺得零性是正確的 我也覺得正確的 因為你要享受這麼好的東西 其實你自己要有資格享受 我們現在沒有嗎 我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都說有免費能源 為何出不來呢 就是我們的道德精神 都未夠進化到 我們覺得 可以將這麼好的東西 分享給全世界的人 即我們都是同胞 每個人都是維持私利 所以說來講去 現在無論2012 或者我可以做的事 就是你的意識如何進化 而這個意識進化 你進化之後 首先你要改變你自己 無論你的身心靈 你對社會的看法 你會做的事 這些是很重要的一步 好 那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就會繼續討論今晚的講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那我們回來繼續今晚的講題 就是2012是 事發是世界每日 那我們的嘉賓是 卡森蘇和哥等勒 Gordon最近在信報 發現他們有一位客戶 他的網子都在這裡 叫做 love2earth.wordpress.com 將很多這方面的地球暖化 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連續一個禮拜半版 半版的登出來 這個資料 我想可能你們可以上網 去信報的網站 可能都可以看得到 或者可以上他的網址 就是www.love2earth.wordpress.com 就有這個資料 不過大家要放大一下 就是你在網上裡面 是濃縮了的 或者Gordon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他講的那個問題 那本哈根的問題 的手續任務 他認為要通過禁肉的條約 禁肉條約等於繁榮安定 其實他在講什麼呢 因為這個最新的關於氣候變化 那個研究的報告 就已經有好幾份出來了 那就是其中一份 就是聯合國這個跨政府 氣候變化這個委員會 IPCC 就發表這個最新的報告 就是說現在北極 那個冰融化的速度 比起以前的估計 是快了40% 而海水上升的速度 是快了80% 如果再不改變 其實全世界的溫度 在本世紀的末期 可以上升到4-7度 但是其實呢 如果溫度上升到1.5-2度 地球的生態 已經可以受到嚴重破壞 人類會面臨很大的災難 很大的天災 到時候 隔壁岩的冰會溶得完 如果溶了的話 海水會上升到6公尺 6公尺 基本上香港和上海 很多海邊的城市都浸了 另外有一個叫做全球碳計劃 叫做Global Carbon Project 就是一個期刊 叫做Nature Geoscience 最近發表了一個報告 其實過去十幾年來 我們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 其實是越來越多 沒有減少 是否說到最大是粗木業 這個報告就說 1990年到2008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 增加了41% 短短 18年左右 而且後期 2000到2008年 每年增加是3% 就比起1990年到2000年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只是增加1% 換言之近年來 增加排放的速度 其實快了3倍 即是沒有減少 而且越來越多 所以根本上 為什麼很多環保組織 覺得很危險 另外就是 有一個世界監察這個研究所 就是剛剛十月有一個報告 計算了很多數據之後 就有一個update 他指出全世界的溫室氣體人為的排放 有最少51%是來自粗木營 而美國太空總署 在差不多時間都指出 畜木營排放出來的溫室效應 主角就是甲丸 即我們俗稱沼氣 有毒氣體 甲丸的溫室效應 比以前強很多 以前的計算 甲丸 比起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 是強二十幾倍 但最近科學家 已經改變了說法 因為二氧化碳 是比較長命 是一百年才消失 在大氣之中 但甲丸 是比較 短命 是二十年左右 就會消失 但他的說法 其實以短期的效應來看 其實甲丸的溫室效應 比以二氧化碳 是強七十幾倍 七十二倍 哦 七十二倍 七十二倍 其實 最快能夠為地球降溫 就是 現在很多組織都鼓吹了 素食救地球 因為停止食育 就沒有了粗木營的溫室排放 是的 那甲丸的主要來源是哪些 甲丸基本上是一些 埋在深海海底 尤其是一些比較冷的地方 還有一些 比如西瓦利亞 南極洲 那些冬土大 因為低溫和高壓是形成的 那它用什麼方式存在呢 它有一種叫做甲丸冰 那現在中國呢 改過比較通俗的叫做可顏冰 那可顏冰 為什麼叫可顏冰呢 因為這個冰你拿出來 它就會氣化 裡面的氣體會氣化 那裡面就是甲丸來的 氣化之後你點著它 它就會燒著的 嗯嗯 很純的 但是呢它強調嘛 叫我們不要吃肉啊 那原因就是呢 很多動物呢 放出來的氣體 即是說實際來說 那個臭屁 其實呢 很多是甲丸的 那因為我們飼養這麼多的畜牧 那動物呢 動物本身放出來的 排出來的氣體 躍出來的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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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一種是甲丸的 那麼剛才我們除了說 過去在歷史上 埋藏在冰下面 地地下面那些 所謂的自然氣體 其實主要是甲丸的 那麼當然呢 如果它突然之間這樣釋放呢 既然它影響那個溫室的效應 比二氧化碳高70倍的話呢 那麼這些這樣的氣體 如果因為我們的冰化融了 而大量釋放呢 那麼地球的溫室的變化 會更快得更加多的 但是目前來說 我們地球上的其中 導致我們的溫室提升 主要是我們動物身體 排出來的氣體 那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最近呢 我回到多倫多 因為要考個牌試 去上一些課程 那麼我就在那個 即我時我會想的 如果地球有難呢 哪個地方會比較安全一點呢 那麼我就想著 在多倫多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第一 那這意garb war mozz todo 多倫多呢 是在那就呀 那麼你們有大量甩到餌 妳想想那些水位 可以升到多倫多了 是的 那麼多倫多呢 很多卡拉達 there 很多山物的嘛 水源在那邊去 redundant 那麼兩對面笑耳 就是有水啊 我记得我以前在安达尼山行医的时候 其中一个诊所是佛仔 我很多病人是农夫种植的 我记得我驾车去我以前的佛仔诊所望去看看 沿途我发现很多小物是种植的 但我朋友说这些菊类不是被人吃的 而是围着动物 我当时想着你不用怕我死 起码有水力发电 在安大利省有水源有食物 但我看到一大片的草原 那些菊类是完全被动物吃的 所以你看到人类的耕地 起码有多少%? 是否一半? 联合国也有个数据 今年2月有一个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 他有个报告计算到 如果将被动物吃的菊类直接养人 是可以养活35亿人 我都看过报告是说 如果我们不养动物 而所有的地是种食物 我们是不会有饥荒的 而且也不会有水危机 是的 其实他只需要 将我们的食欲习惯 减10% 就已经可以有足够的菊类 去养活全球的人 所以你也看到 我们很多地球的问题 那个玄空 都是由我们的食欲习惯 这几篇文章说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找找找找找找 其实解决方案 那个方法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我记得有个 有一个报告出 就是说我们每生产一公斤的牛肉 我们是要浪费150公升的水 其实水 其实对我们现在 已经是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多人 是不够水用的 所以如果我们 可以听到这些讯息 或者不要说 你已经是吃素 你起码减减 对 你起码减 我觉得 如果听到 起码减一半 其实你现在 然后 慢慢去改变 其实我觉得 是有一个转机 转机出现了 是 就是 报告的情况 就是 这个联合国的IPCC 主席 这个印度人 Dr.Pachuli 他去年已经公开说 他说 你们不要吃肉 踩单车 环保 这样就可以救你 另外 今年最近 就是英国 一个气候专家 气候变清的专家 Ross Stern 就 泰晤士部 访问的时候 他明确指出 他说 最有效的方法 去谷同气头降温 就是人 应该吃素 他自己都未完全素食 但是他说 他已经是尽量减少肉食 就是减少肉食 所以 例如 Amoon 我们一起搞 2012的派对 都提倡 我们只谷 那个 就是 我们当晚是吃齋 是呼吁 一些人 转向 素食 或者起码 是多菜 小肉 要射回去 因为我看了一份 我也不知道是吃齋 是的 是的 他就喜欢吃齋 但是那个齋 可能就没有突出 我只喜欢吃晚餐 是的 提了大家 这个其实是很逼切的 我相信 如果有很多香港人 突然之间吃素 我相信 都是困难的 但他只要求 英国卫生高 只要减少肉 30% 香港人 譬如 一天里面 不用三餐吃肉 其中一餐吃肉 已经可以把肉食 的方面 起码减少半 英国卫生 在十一月初 在温沙堡 以纯素 的素宴 是款待联合国秘书长 和来自全球二百多位 宗教的领袖 这是九八年来第一次的 其实很多人 这边是带头做事 这是趋势 其实提倡素食救地球 最初就是 青海无上司电视台 无上司电视台 在网上 和经过十四个人造星广播 去提倡这件事 推动了一段长时间 他们做了很久 越来越多人 认识到这个问题 他也提倡通过禁肉的条约 是必带来更大的庞大的利益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很多国家都曾经做过 有这些禁肉的条例 当时因为打仗期间 糧食缺乏 那些动物 希望 至少用它的奶 不要吃牛肉 至少用它的鸡蛋 在那段时间 很有趣 国家的一般死亡率 是竟然大减的 你也想着 那些人在打仗的时候 那些人死的人会多到 那发现 死亡率整体反而减了 最后分析的结果就是 因为大部分人的早死 都是因为我们的大量食欲的习惯 是导致我们的身体 很多的慢性病 癌症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这些出现的 所以 其实 香港有一个组织 是最近成立的 大家已经领导了 叫做save the human 就是说 我们要救 其实不是救地球 地球是不会完整的 地球是很快 是可以重新的 重新再来过的 但是人 完了之后 可能是真正完整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讲 现在我们过去 很多环保团体 要讲救救地球 其实我们不是需要救地球 我们是需要救我们的人类 是 save the human 都是支持我们 今次这个 2012 just talking 的其中一个机构 是 是 那变了 如果大家可以收到 那么多东西 其实已经知道 即是 无论在网上 讯息 或者周围 已经在讲 无论在我们的经济 或者我们的生活层面 其他不同 种种层面 其实已经开始越多 关于这些事实的真相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是的 我们是可以 由这一刻就开始去做 譬如 英国卫生局 说减肉食30% 但是 我就觉得 至少我们听到的人 至少减一半 就是有一些未听到的 还在吃 如果我们减一半 那就至少有更好 其实已经很大分别了 我们都不要要求你们 完全没有了 只不过不要 成为一个食欲怪兽 其实他有 在这个文章上面 他的资料 就是说 一般排放 排放的二氧化碳 不同的生活方式 排放量多少 你可以看到 他说 如果你是 一公斤的牛肉 大概是有36个单位 就是一个kilogram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如果一架普通的欧洲的汽车 是行驶250公里 那就大概有排放36个kilogram 用一个100伙的灯弹 20日大概都是36 在看电视 一年的电视都是29 那电脑用足100个小时 都有9的kilogram 用我们的手提电话 一年大概是112 如果搭头等机位的 飞1000公里 每一个乘客大概是770 其实很厉害 如果是business car 就510 如果是普通economy 经济客位 就220 一位一只牛 一只牛 和弱气 就是上下放气 一只牛 一年里面 是3500的kilogram 而大肉的人 是6700 一般美国人 是2190 如果是素食的 那些鸡蛋 只吃鸡蛋 和牛奶 就总是1220 如果是Vegan Vegan 即是那些鸡蛋 牛肉都不吃 那是199 那些牛肉 很低 因为畜牧业 除了要大量的地 浪费很多水之外 因为要开垢了很多可以吸收一些温室气体的森林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是原本一些热带雨林、森林 这些绿色的地方是一大分开垢 是用来种草、种蜜、给牛、粗木叶去用 趋势如果是粗木叶是同时伤害几样东西 所以我们一食少了一些 其实那个功效是很厉害的 这几天我就想2012这个问题 看很多资料 忽然脑子叮一声我发现了东西 上天其实很仁慈 很有趣的 我们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东西 就可以过渡危机 然后就可以提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看到我们即时的危机就是气候变迁 现在这么多资料显示 大家尽量数试 最好真的全数试 那就可以即时和地球降温 然后我们可以争取到时间 再处理其他环保的问题 污染啊 即是二氧化碳 持续暖化的问题 起码稳定了先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爱地球 爱人类 爱自己 而肯放弃肉食 其实上天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很大的进步 其实我们可以有资格 进入一个提升了一个新的意识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大家记得 《星星的小华》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是充满灵性的智慧 其中他很着重说一件事 是很刻意的 他在一些进步的星球上 人类是不会伤害动物的 甚至连动物也是吃植物的 但是那些恶的动物 是不可以在这种星球生存的 即是那些凶猛的狮子老虎 也不可以生存的 所以很简单 人做一件事 可以立刻做 很容易做 只要你肯做 可以解决危机 又可以提升意识层次 可以进入很多古文来说 就是一个黄金时代 会来临 所以马亚人设定了这一天 因为他不知道以后我们是如何选择 是 我们是选择什么 集人类集体是选择什么 是 会不会选择提升 去解决危机 然后就会升等级 这个位置我真的很想说 我们不是知道了那么多的东西 而不害怕的时候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生存到2012 就我们可以升等级 现在是 我们的集体意识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世界是发生什么事 而我们亲身的去 真是 无论在意识想方面 做方面 我们是做一些转变 而那集体 令到我们是 去到一个 一个更高的层次的位 那 我认为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是 我们要做的 不是说 你只知道是害怕 或者我知道是没有事 而不做 那个行动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香港更大行动 我们一直都很强调 其实真理真相 最终一定是很简单很清晰的 而且是改变地球 如果我们用宗教的 我们所谓的基督的 Judea Christian God 是一个所谓的大智慧 大慈悲 是一个公正的神 它设计出来 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一定是一个 很公平的环境之下 会发生事物 我常说 我们过去 就是所谓 现在的香港 所争取的所谓民主 地球 我们世界上 很多国家 都所谓民主国家 其实 他们所谓的民主 很多时候 第一种叫做 选举民主 我看到 其实 这些这样的选举民主 是在地球上 各个其实 未解决到任何问题 因为会议都是 选一个人出来 要求他人代替你去做些事 如果他人做得不好 你就叫他下台 大家都是一个很敌对的方向 希望其他人帮你做事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安排 你怎可能自己什么都不做 要选一个人帮你做 你是从中得益 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安排 所以人类过去 有很多伟大的领袖出现过 伟大的政治家 总统出现过 但结果人类一点都没有改善过 所以 原因就是 公平的安排 一定是我们自己 每个人自己做得些事 他说 挽救地球 其实不需要等别人去做 也不需要等 哥本哈根的会议 其实每个人 应该自己立刻行动 马上去吃素 要积极地把素食推广出去 我们才可以很快 令到地球降温 来解除灭亡的危机 如果我们还是迟迟 犹豫不决 或者浪费时间 但还在开启极地 当灾祸临界点一旦超越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来不及了 简单来说 我们过去经常 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的资料 其实最终最终 我们都很强调 很多问题 表面好像很复杂 原因就是 我们看不到问题的中心点 我们经常看问题的表象 还有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太依赖专家 我们地球的文化 过去的现在的制度 都是很多时候 以专家来带领我们 结果你也看到 现在是一塌无垛 简单来说 将来地球的要改变 其实是很简单 我们每个人 在自己能力范围 做了一点点的事 素食是一个 很多资料已经分析到 是一个最可行 最容易勒黑见效的 我们也不需要政府 立什么法例 禁止我们要做什么 禁止我们饮食的习惯 其实很多东西 是由我们自己开始的 刚才Cutson也提及 我们地球的频率的改变 其中一个原因 是频率转到某一个 比如由到十三点多的时候 我们吸收 我们意识的提升 会加速的 希望我们人类 可以及时醒觉起来 令到我们可以过到 在2012成为一个人类的 好的转化的时间 我们一定得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也都多谢Cutson和Gordon 和我们帮忙做这个节目 好 那下个星期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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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